摄影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 你会有一种忘我的感觉 就是你可以忘记所有的乱七八糟的烦心事 然后这一刻也许很短 当然也许很长 但这一刻你就会沉浸在这个状态里面 所以为什么要去喜欢一个东西 喜欢一个兴趣 就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在一个非常平庸的 非常无聊的 非常机械的 非常这种日复一日的 连轴转的生活里面 能够有一丝光亮 在那个地方照着 你会觉得说 原来那个地方还是有一点希望 在你的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录一期无话不谈节目 就今天刚刚过完新年 就是大年初期我们就开工了 其实对我来讲也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 我大年初一也在干活 也在备课 所以说我觉得我也是全年无休的状态 那我们今天 我为什么要录这个视频 因为我觉得新的一年 还是给大家多一些正能量 或者说一些鼓励 或者说大家来聊聊一些生活中的困惑 我觉得会比较有益 所以我就收到了一个消息 这个是在后台有一个粉丝的留言 他说 期待您单独讲一期如何处理好摄影兴趣与现实生存之间的矛盾的问题 我想看您的课程的人都是对摄影有兴趣的 但不可否认能够有天赋成为艺术家的是极少的 而靠摄影能够谋生的也不多 或者这要如此的话 如此也就很难成为自己的兴趣 必须要跟着甲方走 摄影难道只能是业余的摸索吗 或者成为抚摸的器材党 这个问题困扰着我 希望能讲一讲 这个问题还很有意义 很有意思 这个问题很长 但其实很简单 就是讲兴趣和现实生存之间的矛盾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其实我这么讲 我首先说一个 我觉得都没有准备 我是现在临时想到 因为今天正好有点时间 摄影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 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大家能否认同 真的非常奢侈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心力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B站上面非常著名的一位 真正的摄影艺术家 摄影艺术家 或者说未来的摄影艺术大家 心力老师 就有一次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那边碰头 就找了个地方做了一下聊了 我跟他也是第一次见面 我后来讲到这个问题 我就是摄影非常设施 因为他问我有没有拍照 我说我压根没有空拍照 我现在有空就是看看书 然后呢就是看看照片 就这么回事 但是我真的很想拍 可是我没有空 我没有时间 因为我每天要带娃 我为什么刚才说 大年初一也在工作呢 因为只有大年初一到初六 或者除夕那几天 过年那几天 我们家里人是最多的 然后才有人可以把我解放出来 然后我不用做家务 不用怎么带孩子 不用怎么带孩子 才有可能去做一点 自己要做的工作 或者说去多看几些书 多写一些东西 怎么怎么样的 这么一些事情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你真的要去 每天要活着 或者说包括我们那时候 聊这个问题 你会发现 你为了满足自己的工作的 时间的需求 你要付出非常多的代价的 而且还有家庭 尤其我跟心里都是有孩子的人 然后都是结了婚了很多年 这么下来 还要他像他是全职做这个博主 然后做这个艺术家 像我是还要在学校里面教书 我们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时间 正儿八经的 真正去做非常非常想要那种 沉浸式的拍照的体验 他跟我坦白说 他说你以为我不喜欢 去拿个相机在街上面扫街吗 他说我很喜欢 可是我没有时间 他现在他说他那个时候 不是说现在 现在可能有这个艺术方向 可能又有一点进步了 他那个时候就是在家里面 就靠那个计算机去渲染图像出来 当然这个我的理解是非常浅薄的 我只能这么说 心里要是看到了别生气 我没有误解你的这个意思 就是他是另外一种摄影 就像比较比较 比较前沿的这种摄影的手法 那么他就是花时间的晚上 靠计算机去渲染图像出来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摄影的成分在里面 做这样的一个艺术尝试 那他说我也想白天 没事的时候去走走去扫扫街 拿个相机去拍拍 多好呀 多开心 这是我们摄影的初心吗 对不对 没有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 像我现在根本不可能 你知道我现在 我现在每天只有 这个我前两天发了个朋友圈啊 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微信上面 就是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去放风 像坐牢一样才能够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正好带娃出去逛一逛 然后晒晒太阳 然后我就趁机可以拍两张照片 也是这样 没有时间啊 没有时间 所以说你可以发现 尤其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啊 就是可能在大学的时候 大家不会觉得摄影是奢侈的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的奢侈 最多的可能是金钱上的奢侈 就是没钱买镜头 买器材 买胶卷 对吧 那种奢侈 但是到了工作以后 这个奢侈就不是说金钱上的奢侈 而是指时间上的 或者说一种心思上的 一种负担啊 它是它会成为你的一种负担 就是当你想要让它 成为你的兴趣爱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 甚至比它更重要啊 你可能觉得 它这个事情可以无限的往后拖 往后放 然后最后可能渐渐渐渐就忘记 就放弃了 好 那么这是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遇到的一个困境啊 但是你会想 今天我们主要是来谈一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我相信很多跟我到这个年纪的同学应该以后有类似的这种感觉 就是很忙 很忙 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就是逼自己啊 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我相信肯定是有时间的 呃 我我我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要真的喜欢摄影的话 我就不信你每天上班下班这点路上啊 或者说你就算去坐地铁 你在地铁里也可以拍组照片出来吧 对吧 那你会说哎呀 我很忙干嘛 这就是借口啊 然后周末带娃出去 你看我现在真的忙到这个连门都出不了 然后前段时间疫情很严重 那我怎么办 我就趁带娃的时候也可以拍两张照片 这一种爱好啊 然后谁说那个喜欢摄影一定要去拍照呢 对吧 你也可以去看照片呢 你你知道很多人后来发展到后期就是 不是说买器材的问题了 而是去买摄影书啊 收藏摄影书啊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未来的 甚至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理财的方式啊 有些可能老婆不愿意让你买这个几千块钱的镜头 几万块钱的相机 你就跟他说买个两三百块钱的书总可以吧 对吧 也跪不到哪去 最多五六百 上千块钱书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 很少不太多的 好 那你这个书买下来可能再过几年突然哪天绝版了 像当年大家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最最好的例子就是刘涛那本书啊 来来去去 当时中信出版社出的 Lens出的一个 有点像画册一样 这个其实还蛮早 16年的时候我印象里面 那本书我当时买才多少钱啊 不到100块钱吧 我不记得还打折 特别便宜 早知道那个时候多买个五六本啊 甚至买个十几二十本 现在没了 绝版了 现在你自己去 我都不记得这个网上能炒到多少钱 你自己去看一下 孔夫子上去看一下 这个这个书炒多少钱 如果全新的话 对吧 所以说你看 这也是一种 那我们当然 这个不可能活到这个年纪 不可能那么纯粹嘛 对吧 你总归喜欢一个东西嘛 总归会他给你带来一点好处嘛 对吧 你总归是因为他给你带来一点好处 你才会喜欢 你才会有兴趣 你不要说我是一种这个清教徒式的热爱 我为了他奉献我的一切啊 这个是把我这么舍身取义啊 我就是为了去奉献我全部的精力和热情 甚至生命 我去投入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当然不至于 对吧 不至于 我们觉得现在活得现实一点的话 大家对一个东西的爱和这个东西的兴趣 不管是人还是物 你其实都是能够在他身上获得一些满足的 你才会去喜欢他 那如果哪天 当你都意识到说 我要先生存了 那你当然你得先生存 因为你满足的前提是你这个人得活下去啊 对不对 这个人如果都不存在了 或者这个人都天天挨饿 衣服穿不暖 都吃不饱的话 你怎么去谈这种 就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最高层次自我实现呢 或者说一种对于爱和归属的 当然到了第二层次是爱和归属 对吧 我没记错的话 那么最基本的层次就是一个生存的这么一个要求 对吧 所以你只有满足了最基本的层次以后 你才能够逐步的上升 我记得他是分了五个层次吧 还是四个层次 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 所以越到高级的时候 你其实越需要不断的 就是底层的积累很重要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年纪大的人 尤其那些退休的老大爷 也许我们最近 也不是最近了 这几年就是在武康路上 天天看到那些老大爷 下这个叫什么 吃了饭 没事下午就出来拿个相机 长枪短炮 就开始去拍那些路边的美女 就这样 我不解我讲过没有 就说我上次去那儿 正好去那个野兽派买点东西 后来就听到人家那个大叔 就说今天谁谁谁怎么没来 他不是每天都来的吗 怎么怎么样 然后那个人说 那个谁谁谁去干嘛了 就是他们都已经认识了 你知道他们本来可能都不熟的 然后就因为这个方式去社交 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开始新的这种题材的创作 那当然也有些年轻人都有 那你想这些人 他们是不是已经 因为他们都已经不需要去操心 生活的问题 所以才会去喜欢摄影呢 对吧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这个 这样聊下去 你会觉得说 那我这样的话 根本就喜欢不了摄影了 因为我现在还是一个穷小子 还是一个很这个一穷二白的人 我有房贷 我还要去干嘛 这个那个的要花钱 我没有时间去喜欢 或者花钱在摄影上面 我告诉你 是的 是这样的 摄影是要花钱的 摄影是很多爱好里面 可能是不能说是最花钱 但是也是要买花钱的一个东西 因为一直讲摄影穷三代 对吧 你我们不举例子了 你这个拍照 买东西 买器材 买这个耗屏 都是要花钱的 但相对来说 别的兴趣还好 比如说体育运动 好像就没有那么花钱 你不管怎么样 跑步总不用怎么花钱 对吧 当然体育运动烧到后面 那就是厉害了 这个穿的衣服 穿的鞋子 甚至去的场地 打的球 用的什么牌子 这里面都是钱 对吧 很多很多 包括人家搞露营的 搞什么户外旅行的 这个后面 其实我实话跟大家讲 我观察下来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 也不少 钱也不少的 也要花很多钱的 就是越到后面 是烧的 也是无底洞 你相对来说 摄影就比较 怎么讲 就相对来说 这个数码 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数码 这个摄影比较多 还是比较公开透明的 而且这牌子 也就那么几个 而且都是比较良心的 而且比较公开透明的 你对于那些 其他一些爱好 我现在唯一想到 就是那种 比较好的 那种运动 对吧 然后有些什么 别的一些 就不是说了 一些高级的运动 那东西 我们其实 这个门槛还是挺高的 你很容易被人骗的 你知道 说白了 就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所以与其去喜欢 那些东西 你还不如去喜欢一个摄影 而且你这个摄影师 可以流通的 你买了个器材 今天觉得不太好 过两天用了 差不多不想玩了 你还可以卖掉 虽然不一定能挣钱 但是也不一定 会损失太多钱 对吧 所以你看 好歹你算笔账的话 其实摄影也 还不一定 那么的要花钱 好 那么钱 如果在这里不设问题的话 那么就是时间 时间我刚刚讲了 你也可以靠 拼命的去挤出来 或者说 如果你有足够的热情的话 你真的可以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 去英国读书 还是去工作 每天拍一张照片 后来还出了本书 就是365天的英伦 什么风情 干嘛的 很好 这个建设下来很不容易 对不对 而且他 我记得他都拿相机拍的 就是每天要得举一个大相机 去到处去拍 当然英国可能相对来说 因为异国文化嘛 我们都比较喜欢 而且他们外国人拍照 就是拍外国人呢 相对来说比较的出彩一点 而且那边的整体环境 就是包括整个街头啊 这种氛围都还比较优美 对吧 所以说还是比较好拍的 那你能不能给自己定一个计划 或者说定一个小的目标 也不是说每天拍张照片 这么具体的 你比如说 比如说每个月去看个什么东西 看个什么摄影展 然后每个星期读个几页书 然后或者每个两三天 每个周末啊 就不一定要拿个相机 正好巴紧去拍照 你就是拿个手机 你有这种摄影的感觉 摄影不一定要去拍啊 同学们注意啊 摄影的时候观察 就是摄影 你用摄影的方式去观察这个世界 你用摄影的方式去看 照片啊 或者说你用摄影的方式去 甚至去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 这么一个过程 或者去理解这个权力结构 背后的一些原因 包括图像背后的一些 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 都是摄影啊 对不对 你可以把摄影变得扩大一些 而不是真的说 哎呀 说到摄影就是要拿个相机 去接上拍照这件事 才叫摄影 那你这个太狭了 对吧 那你这个太狭了 但你这个兴趣还好 这实在是太窄了 你如果只有这个兴趣啊 的话 那你还有个办法就是 别干了 就是赶紧现在 就是请个病假 然后好好的去体验几天 我告诉你 马上就不想体验了 你可能马上不行 因为你 你人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当你体验不到的时候 你就很想去体验 可是当你去体验完了以后 发现一点意思都没有 或者说就那样啊 就那样 对吧 然后可能过两天 又有点感觉了 又想去了 但是后面又体验完了 也就那样了 就这么回事啊 对吧 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越得不到 你才会拒绝的想要它 那么怎么办呢 你就是就每天来一点嘛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来一点 然后也不要量 也不要太大 就像吃东西 不能每天吃个 每天每天吃山珍海味 你也吃土 对吧 所以偶尔去搞一搞这个事情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不要把摄影去功利化 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好像我 我喜欢拍照 就一定要靠摄影去做出点什么名堂来 也不是说一定要靠摄影去挣多少钱 你会觉得说我会把摄影当成一个投资 我在上面花了多少钱买了个相机 我一定要把这些钱给它捞回来 这个让它回本 我要找多少人拍照 然后收多少钱 甚至以后发展成这个 那你累死了 我告诉你没有意思 所有的兴趣爱好的 如果你想把它当做兴趣爱好的话 它的前提都是 你已经摆脱了最基础的物质需求 因为兴趣爱好这些东西都是精神需求 它不会 就是说你不会有人在没有满足物质需求的时候 去追求一个精神需求 因为精神需求永远在物质需求之后 所以说我还是想 还是那个观点 就是大家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然后你有余力了 你去喜欢 你要没有余力 没有余力其实也可以喜欢 为什么我相信你总有时间 你再忙比我要轻松一点 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没有一天是休息的 没有一秒钟是可以放松 我现在只有这段时间 就是我现在为什么今天录这个呢 因为正好刚刚录了两个小时的论摄影的 这样一个精度的节目 我这个景正好搭载着 这灯已经架好了 我降机都架好了 所以我才想着不要浪费 衣服都没换就赶紧录这个节目 想不要浪费时间 因为如果再这么来一次 我又得耗很多时间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你看我都这样了 还要去做这个节目 那我相信你肯定没有我忙 你知道我每天晚上根本没有办法睡觉 为什么没有办法睡 因为只有我是每天陪孩子 我家小孩现在是18个月 一岁半 每天晚上我都陪他睡觉 但是每天晚上他都会醒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还会哭 经常会哭 应该是说经常会哭 然后经常会闭着眼睛在那 在那叫啊 在那哭啊什么的 都是我在弄 都是我在弄 每天我只能睡 我有的时候12点钟睡觉 然后2点钟就被弄醒了 醒了以后弄一下 然后4点钟又醒了 5点钟又醒了 你有过过这种日子吗 我告诉你我过去半年 或者说过去一年半 几乎都是这样过来的 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白天也不睡觉的 所以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啊 我现在只能靠咖啡去续命 每天就要喝很多这种东西 才能够保持精神 所以你看我现在讲话 其实手是非常冷的 我都不知道 可能因为我衣服穿太少 还怎么样 反正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一个人呢 其实真的很辛苦的 但你这样很辛苦的话 你不是说那你为了啥呢 我也不知道为了啥 但是好歹人生中 是有一些闪光点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要去喜欢一个东西 喜欢一个兴趣还好 就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 在一个非常平庸的 非常无聊的 非常机械的 非常这种日复一日的 连轴转的生活里面 能够有一丝光亮 在那个地方照着 你会觉得说 原来那个地方 还是有一点希望在的 原来我还是有一点时间 能够脱离 能够超脱日常的琐碎 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 我觉得很多朋友 应该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 就是当你去正儿八经拍照 拿个相机 可能去拍一个作品 或者去哪里拍一个人 或者去街头上拍照 你会有一种忘我的感觉 就是你可以忘记 所有的乱七八糟的繁星事 然后这一刻 也许很短 当然也许很长 那这一刻 你就会沉浸在这个状态里面 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 而且是非常非常 吸引人的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一种所谓叫高峰体验 这种体验 我觉得每个人一旦尝试过了 而且尤其是你尝试完了以后 你发现你还有作品留下来 还有好照片能够看到 能够反复的回味 还会回家以后 去再去修图 对吧 修图其实也一种享受 就以前我印象很深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拍照片拍很多 然后就晚上一个人 在宿舍里面就戴个耳机 然后一边听音乐 一边就去那处理这个图片 我觉得人生中 可能没有多少像 那个时候那么快乐的时光了 虽然那个事情非常简单 现在想想 这有什么好玩 对吧 但是很好玩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只有我在这个里面 我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给我打扰 非常非常的自由的感觉 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人不可能一直活在自由里面 人必须活在一些 条条框框的枷锁里面 对吧 所以我们希望做的 就是用兴趣爱好 用摄影的方式 帮我们偶尔解脱一下 那个叫什么 手铐啊 还有这种脚料 这些东西 帮我们稍微从那个牢笼里面 放出来一会儿 然后呢 我们才能够更乖乖的回去 乖乖的在那儿 这个控制着 被控制着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你如果能想到这一场 其实你觉得摄影 其实是一种救赎的方式 你看这个越说越宏大 对不对 摄影就是一种救赎的方式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摄影想得太过复杂 摄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就是一种想法 一种愿望 而这个愿望和一种想法 是随时随地 只要你 尤其是对于现代社会来讲 真的是太简单了 拍也可以 看也可以 想也可以 对吧 甚至你看文字 其实也是一种摄影 因为你会在脑子里面形成一种画面 难道不是吗 对不对 什么东西都可以有一种摄影的方式去呈现 那当你想象到这一场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每一天 你都在跟摄影接触 你每一天都在你喜欢的摄影的海洋中遨游 难道不开心吗 难道不自由吗 难道不美好吗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摄影和现实生存的问题 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